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富士X卡口的超广角镜头该如何选择 我将会对比富士1024还有这个腾龙1120以及富士最新的8毫米定焦 看看在这三个镜头之间咱们该如何做出选择 我会分享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的真实的感受 希望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些信息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在选择上的帮助吧 咱们先来说说富士1024 这没在我手里因为这次测试我是租的1024 那之前呢我实际上在2020年10月它刚刚一上市发售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 但是用了两年呢最终实在忍受不了把它给卖了 等效焦距1536恒定光圈F4 那相比较这支镜头的一代 其实它的二代并没有太多的改进 无非就是重新设计了它整个的镜头外观 把之前有一个关闭减震的这么一个开关按钮呢给它去掉了 现在呢它是防尘防水的设计了 所以我想它去掉这个开关之后可能也会对加强防尘防水这一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说实话它算不上是一个二代产品而确实人家也没叫二代啊 更像是一个改进版的升级版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支镜头它只加了一个WR这样的一个字样 就是多了防尘防水 而当初最新我去购买这支1024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因为这支镜头呢它是一个内变焦镜头 而在这三支镜头当中呢 1024也是唯一拥有防抖的镜头 虽然说它这个防抖不是很多只有3.5档 但是多多少少也可以起到一点防抖的作用 从以上各方面的条件素质来看 这支1024的镜头它的评分其实并不低 该有的基本上它都有 但是呢我为什么使用了两年最终把它给卖掉了呢 就是因为它的边缘画质实在是还让我失望了 你要说有多差吗 其实倒也没有 大多数的拍摄呢确实也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呢其中有几次比较重要的拍摄 最终这个结果把片子拿回家放到电脑一看 确实让我还是挺失望的 就会觉得这一次可能就白去了 那么既然这支镜头它是一个典型的风光头 也符合各方面的硬件条件 那么去购买它的小伙伴们 不就是为了用它去拍摄自然或者是城市风光吗 那就免不了咱们在平时构图的时候 在照片两侧出现一些比较次要的建筑 或者是氛围感的这种植物等各种元素 而这支镜头它不仅在边缘的画质上 有的时候会让这些元素变得极其的模糊 并且在拍摄一些建筑的时候 它旁边的这个拉伸感透视变形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像在城市里边我们会经常拍摄一些线条感非常强的 比如说街边的马路牙子 那么使用这支镜头很可能在校正前看上去呢 它是一条弧线 所以因为这个镜头的变形呢 每张照片还是要通过后期精修去做一个校正 才能让它看上去比较的正常 而在这一点上呢 1120要比它做的稍微的好一些 通过这几张照片呢 您就可以看到1120那支镜头会比1024在边缘的透视变形 和这种拉伸感上要表现的稍微好一点 虽然整体来说这支镜头它的评分并不低 但是您看了这些画质的对比 再来看看它这个售价999 您是不是也觉得它稍微贵了一点呢 别忘了倒退三年 在2020年它发售的时候 其实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选择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不怕这东西不好 就怕没的比较 没的选 咱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手上这东西它好不好 只能就是硬买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腾龙1120这支镜头 等效16.5到30 恒定光圈 F2.8 它这个镜头焦段实际上是和1024非常的接近的 但是它这个焦段两端呢 都稍微的差一点 覆盖范围呢 确实没有1024要广 但是呢 可以说它的这个焦段呢 基本上也是够用的 这支镜头呢 没有防抖 外观的这个是这种磨砂质地的 腾龙基本上所有的镜头呢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的这个塑料感呢 还是比较的明显的 所以它这个重量呢 还挺轻 就是因为它这个材质呢 是这种塑料质地的 它的缺点呢 是外边胶 只有前镜片有防针防水 边胶筒的这个缝隙的密封性呢 说实话我不是很确定 在风吹雨淫的这种环境当中 如果长期去使用的话 还是可能会有那么一点担心的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想应该会比1024 要用的更小心一点吧 在拍摄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支镜头 在逆光的时候是有紫边的 在后期的时候 还是比较容易去除的 这支镜头的画质呢 在各个光圈下 和1024我认为几乎看不出 很大的差别 在中心画质上 那如果咱非常挑剔的 去对比的话 那么1120的细节还原上 我认为它还是要好过于1024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建筑上的小窗户 就可以看到 那左边1024呢 实际上是有一些模糊感的 因为这个小窗户实际上很细很小 那右边1120的这个窗户呢 相比较左边来讲呢 要更锐利一点 那如果您是准备去拿它拍夜景比较多的话 那这支镜头的星王我认为还挺好看的 但是逆光晕光的问题呢 我认为还是不容忽视的 在边缘画质上呢 我认为这支镜头在变形上控制的 要比1024好一些 但是在画质上 我认为并没有比1024好多少 但是呢如果咱们常拍的是城市建筑这类的话 那我认为1120要比1024 无论是变形还是画质上 综合来看的话 它会比1120更好一点 那如果您拍摄的大多数是风光 那么这一个特点 可能在这两支镜头上面 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 几乎就看不出来 那如果从焦段方面去看 1120和1024同样都是非常适合日常挂机的 最长端这个是30毫米 而1024它是35毫米 都属于说就是咱们平时能带出去扫街的镜头 而且呢这两个都是变焦镜头 也挺方便的 由于1120它是F2.8的恒定光圈 并且在这个光圈下 说实话它这个画质呢 还真挺不错的 虽然说它还是会有暗角的出现 但是这个暗角并不重 如果在后期去加载配置文件的话 这个暗角基本就是百分百可以消失的 所以还好这个问题 而2.8的光圈 让这支镜头在暗光环境的时候 比如说夜晚或者日落的时候 那就会略有优势了 那么另外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就是1024呢 它是没有光圈环的 这个呢可能更偏向于操作习惯方面了 这对我来说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 那如果我平时用这支镜头拍摄日常 挂机扫街会比较多的话 那么可能我会觉得有光圈环的镜头 对于我来讲要更方便一点 那反倒是如果咱们就是用它去拍摄风光 每一次都支上三角架 手动曝光的话 那么我倒认为有没有光圈环 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都能忍 最后呢 咱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1120它的标准售价是829 别忘了 那个可是999 隔壁开口这个镜头折扣价已经到了699了 所以呢 如果今年黑五它能够 假设这个价格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在价格方面 我认为这也将会是我们去选择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了吧 最后呢 咱们说一说 富士今年最新推出的8毫米定焦超广角镜头 等效焦距为12毫米 可以说是超大视野 最大光圈呢 是F3.5 如果您想看看这只镜头在实际的拍摄当中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欢迎回看我上一期的追光笔记 但是呢 说实话 等效12毫米的这个焦段呢 能够用得上它的场合 相对这前两个镜头来说呢 还是要少一些的 再加上它是个定焦镜头 也没法变 所以呢 在使用上范围确实比较的窄 很有局限性 我在使用这只镜头的过程当中呢 说实话会很小心 想要避免把人放在比较靠边缘的位置 它就会出现一个极其夸张的拉伸感 这个广角越广 这种拉伸感就越强 但是城市里嘛 说实话 很难去避免出现人群 所以说真的是挺难驾驭的 所以在日常的应用里边 我认为这只镜头 可以说是这三只镜头里边 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 由于是焦段视角的不同呢 咱们去看这些样片对比的时候 可以说是不太公平 也很难看出有什么具体的不一样 但是从一些成片里边也可以不难看出 这只镜头 它的四角和边缘画质的控制我认为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当然它也存在暗角 还有呢就是通过后期校正加载配置文件之后呢 也会出现一个拉伸和裁切 当然暗角肯定是百分百没有了 但是这个裁切和拉伸的这个感觉呢 每个人的感受可能还是会不一样的 那它呢会比上面这两个镜头 在画质上确实要强 但是也没有特别多 强一点吧 虽然这只镜头呢 在拍摄的时候也是同样会出现紫边的 在后期的时候虽然会被修复 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咱们并不会放大去看 所以它也不是很明显 您看我之前在上一期视频里边发的这些原片 相信大家都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紫边问题吧 所以说还好 8毫米的这只镜头 它的视野真的非常的广 但是呢 它却居然在滤镜上初期的友好 这个镜头呢是62毫米口径的 由于我测试的时候 实际上我手上并没有62转82的转接环 所以我呢大胆尝试的去套了两层转接环 在相机里边去看是没有暗角的 因为相机它是可以自动去校正那个镜头即变 而在后期的时候可以看到有轻微的暗角 但是通过加载配置文件呢 这些暗角呢就会大面积的消失了 所以如果我使用了62转82毫米的转接环 直接将我的这套100毫米的滤镜系统放在这个镜头上 可以说是绝对没问题 可以叠加三片滤镜 没有暗角 那么如果咱们大胆的设想一下 回到2020年 让我重新去选择购买超光脚镜头 这些我都可以选的情况下 我想我很有可能会选择8毫米的这只 虽然它应用的面比较的窄 但是呢轻便小巧画质不差 确实还是挺吸引我的 因为我当时手上呢 其实已经有了1655这只镜头 说实话大多数时间16毫米 等效24的这个焦段 在城市里是绝对够用的 那既然咱们去选择购买一个超光脚镜头 我图的不就是说它这个视角不同吗 所以说如果跟16很接近 那我觉得其实也就没有必要再花钱去购买了 那反而这种比较突出的 我认为倒是多了一个购买的理由 可玩性也挺强的 但是如果说我手上是没有这个1655的 那我觉得我还可能真不一定会选择这个 比如说我手上只有定焦镜头 或者说其他的焦段 低于35以下的镜头 我一个都没有 也就是等效50以下 完全没有 那么我认为我可能会选择这只1120 它在应用的焦段上面 可以和我现有的镜头群做一个更大的弥补 那当然除此之外 我也会考虑我使用这只镜头的频率有多高 如果我打算用它挂机的话 那我觉得光圈F2.8的这只可能要更好使一点 还有就是拍摄vlog或者是拍摄视频方面 我会觉得这只镜头要比1024更好的一点 当然这只8毫米去拍摄vlog 我上一期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案例 去看看它的这个视觉效果 说实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当然千万别把这个脸放在角落 看上去实在是太怪了 这个手会拉伸到特别长 所以说在拍摄vlog方面 1120和8毫米 我觉得都可以选择 但是您别忘了8毫米它的这个焦段是一个定焦 那么如果咱们是去拍摄b-roll比较多的话 那么可能1120在视频b-roll方面 我认为要更方便一点 以上就是我在使用这三只镜头时候的一些真实的使用感受 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在您购买和选择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吧 我认为这三只镜头呢 其实它的价格都是有打折的空间的 这只镜头呢 它刚出 今年真不一定有 但是1024在之前确实有过打折的记录 我忘了多少钱了 好像是也能到799吧 而这只镜头呢 它最低 现在699 我觉得今年没准是有戏的 所以说在价格上呢 可能也会是大家去考虑的一个额外的因素吧 所以不着急的话 咱们再等一等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富士开小造 我是艾蒂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在这个频道里边啊 我会分享我自己对这些设备器材的实际使用感受 以及记录和分享我自己的拍摄经历 还有呢 就是旅行摄影有关的干货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